哈喽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虚老弟 这是昨天晚上在市库宅的鱼 打花刀 视频加速中 姜切成片 还有大蒜 大蒜切片 切好背影 切成段 八角花椒起锅烧油 花生油稿里边 把油烧热 热锅凉油再倒一点油 把鱼堆里边翻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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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说不说的老鸡会吃鱼也会带鱼啊 朋友们也老鸡点点红细啊 放入葱姜八角花椒 咱们这是家常做法啊 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小孩吃啊 清炖啊 放放点料酒 去腥 放点沉素 去腥提换 鱼泡嘴里边翻炒一下 倒入开水 倒入开水 这鱼稍微有点大呀 小锅弄不开呀 把搞断放里边 放点盐 咱们只放一点盐啊 鸡精都不放啊 朋友们 就吃它这个水扣鱼的原味啊 春叶熟了原味啊 盖上锅盖焖一会儿 赶小火炖一会儿啊 出这时间咱们搞点这个香菜 这是咱们的菠菜 这是咱们的香菜啊 纯绿色食品啊 无污染无化肥 没能药啊 看这野菜 还有菜啊 搞几颗香菜 一会儿得到鱼里边啊 这真的是纯绿色的食品啊 这真的是纯绿色的食品啊 鱼炖的差不多了 咱们转大火炖一下的啊 大火收汁啊 留一小碗汤就可以了啊 大火收汁 收汁完成了啊 就这么个状态啊 朋友们 出锅 好嘞 擦点香菜 香菜是精华啊 香菜是精华啊 看看朋友们 好嘞 这一碗鱼就做好了啊 喜欢吃鱼的 给老师点点红心 点点关注啊 干就完事了啊 看看 漂亮 有红看 起来 走了